小心喝到假酒保三种队的警方 昨天在全台湾八个县市十一个据点 同步搜索假酒仿冒集团 结果呢查到了大批的仿冒红标米酒 以及金门高粱酒的这个集团呢 初步认定仿冒工厂已经仿制多年了 而且瓶盖啊标签啊 都是委托广告公司设计的哦 加上酒瓶都是市场上回收的 几乎可以乱争 大家恐怕很难辨识 警方在八个县市十一个酒瓶销售据点 同步搜索 结果在一处印刷厂以及制模工厂内 发现伪造酒瓶的标签以及瓶盖 像这个是伪造红标米酒的瓶盖 即可乱争 连警方都没有能力辨识 最后找来台湾烟酒公司 我们的字体要转动才能看到TTL 但是它是马上就可以看到TTL的字体 瓶盖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台湾图形 颜色是不太一样 它们是比较鲜红 我们也是比较暗红 最让警方意外的是一公升 瓶装的金门特级高粱也出现卫造 原来卫酒集团在市场里回收酒瓶 在卫造的封盖以及贴上标签后 卖到家母鸭店 菜市场以及杂货店 小吃店等主要对象 一般我们从瓶盖跟它的标签 它这个酒瓶全部都是回收的 所以一般民众看不出来 只能从瓶盖跟标签来做辨识 由于酒精中可能含有有毒的化学原料 警方目前已经错样送宴 并清查到底有多少假酒流入市面 最近新闻陈古明高雄报答